嗨大家好,我是Nake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今天来到了惠比兽站 带你们去一家超市会 一千日比就能吃到五块炸鸡牌的店 今天就介绍这一家 Donk 中华料理店 不是连锁店 1981年开的 已经是40年的老店了 从惠比兽站吸口出来 沿着条小路走两分钟就到 还是很近的 店内 44个座位 装修有点小特色 都是木质结构 晚上肯定喝酒聊天的人应该比较多 这家老店也只能使用现金 桌子上调味料也挺多的 不过不止这些 如果需要这些调味料和服务员收就可以了 还有蛋黄酱和特制酱 包可以放在座位对面 这家店 中午套餐有长崎面 无冬面 各种拉面 价格在800日币到1000日币 900日币都是一些炒蔬菜 猪肝 春卷眼的座位套餐也是厉害 1000日币套餐就有鸡肉 猪肉 虾仁了 我选择这家的招牌 鸡排饭 点餐之前会问你要几块 最多好像只能要五块 再要的话要加钱吧 不过一块一块都很大 炸的也很香 堆的很高 卡路里一定不少 那我们就来一口蔬菜色拉吧 蔬菜色拉不错 还有土豆泥 上面就是酸甜味色拉酱 属于正常发挥 第一块原味鸡排 味道有点像肯特鸡 非常的香 不过鸡肉好像有点薄 但是吃起来不馋 当然没有那种非常滑嫩的感觉 这个汤好像是鸡汤吧 非常鲜美 不过挺淡的 第二块淋上老店的蜜汁酱料吃一下 酸甜的蜜汁酱料 一加味道就上来了 酱汁可以填补鸡排没有鸡汁的缺点 第三块加上蛋黄酱和蜜汁酱料吃一下 以为两种酱汁可以给我带来酸杯快乐 但是酸味口感还是重了点 这个时候给我来两片面包夹着吃应该不错 算了 加点胡椒粉 来点咸辣味下饭 第四块 加点黄色芥末和酱汁吃一下 芥末的辛辣缓解油腻的同时 可以让我头脑保持清醒 吃了四块 嘴里还是有点油腻的 第五块加上醋吧 这个味道有点像在吃牛肉煎包 油腻感瞬间减少了很多 而且最后一块鸡肉比较厚 吃得很爽 总结一下 1000日比5块炸鸡排 每块都那么大 挺实惠的 吃得也很香 这顿挺喜欢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 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